財經大事一把抓 輕鬆理財我最行 大家好 我是謝麗文 歡迎收看財經新世界 房市每年的重頭戲之一 三二九檔期到了 今年建商的推案重心放在哪裡 又有哪些地區的建案是占大宗 而現在市場趨勢又是什麼 也許你上班沒有時間看房 有哪些超有效率的懶人看房數 今天我們都要在節目當中好好了 先來歡迎兩位來賓 首先是知名的房產作家 紅色紫房 歡迎您 大家好 好 接著是中信房屋行銷企劃室的 副理 江樓民 江副理 您好 理文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到根據房產雜誌的調查 今年三二九檔期 爆出了四千五百八十六億元的量體 尤其是在北臺灣 案量高達三千七百零六億元 創下七年新高 不過政府接連出招 抑制炒房也對市場造成了壓力 有學者認為今年會是房市反轉年 供給量大的區域 價格可能會下跌一到兩成 而今年的房市區是如何呢 先來看這個報導 豪華氣派的客廳 寬敞明亮的餐廳 天花板上水晶燈閃發亮 這豪宅還有最新科技 我們可以在這邊就直接呼叫電梯了 所以你穿完鞋之後 電梯就已經在這個樓層等你了 身為豪宅主人開門按電梯 只要一根手指頭就能搞定 這是知名建商在新莊富都新的指標推案 主打九十到一百五十坪的豪宅 總價六千萬到七千五百萬元 四大房都有獨立未遇 就連庸人房也是一樣 當然是以企業族為主 因為它鄰近的是新北產業園區 以及就是未來的一個知識產業園區 最主要它有機場監獄線的一個帶動的話 大概以這個區域來講 大概是以企業族為主 新莊富都新路上全是建案廣告看板 接待中心也是一個接一個 今年三二九檔期 新北市有二十六個十億元以上的指標推案 新莊就佔了十一個 堪稱一級戰區 我們在新莊這地方的推案量的話 大概是三百億 三百億來講的話 就是有包含到大坪數的 就是一百坪以上 還有包含到就是比較市場坪數 中小坪數的 豪宅中小宅通通有 今年三二九房市黃金檔期推案爆量 光是北台灣就推出 三千七百零六億元量體 台中推案量八百三十億元 跟去年差不多 但是高雄卻從去年五百億元量體 大幅縮減到今年只有五十億元 他們目前線上在推的一些指標案子 坪數很大 那銷售的期間也拉得蠻長的 所以建商這邊的心態比較保守 那其實他們有點是觀察 今年三二九的狀況如何 全台灣的話 我們估計是會有四千五百八十六億 那這個量體其實是創下歷史 新高 歷年的新高 市場上產品多 競爭當然激烈 像是新北市林口 淡水 三峽 桃園 巴德等 供給量大的地區 價格可能得有所調整 未來這一年以內 其實像淡水這些地方跌幅 甚至到兩層 其實我們都不會感到訝異 那其他的市區的地方 我想跌一層 在一年之內可能都看得到 台南其實是可能是另外一波 蠻嚴重的這個我們說房市投資 或者是供過於求的這個市場 價格下修的風險並沒有這麼大 但是這個市場凍結 或者是市場反轉的這個跡象 可能會比較明顯 面對政府寄出奢侈稅 還有打房政策 房地產十年榮景 會不會在今年出現反轉 今年究竟是不是購屋足出價的好時機呢 從三二九檔期的房市表現 也許可以看出端倪 我們先來看到根據助展雜誌的統計 三二九檔期 全台灣的房務推案量合計有四千五百多億元 而其中是以北台灣的推案量最高 達到有三千七百零六億元這麼多 另外我們看起來呢 好像每年都是以北台灣的推案量最大 從二零一一年以來 北台灣的推案總量也都是年年攀高 我就來請教兩位 這看起來今年的三二九檔期爆量的原因 或是什麼 我先請教子房 OK 應該這麼說 這個北台灣有個特性 就是他的土地價格特別貴 所以建商當初在進場買這些土地的時候 他其實價格就有一定有個 他有點這個基礎了 所以他必須要趁現在感覺好像房市還不錯 或者是可能到頂的時候 趕快能夠賣多少就算多少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有一個壓力 就是能夠就把房子趕快推出來 然後如果說他的cash flow 能夠跑得不錯的話 其實他們可能在就可以撐過至少三五年的一個 一個房市可能會有翻轉的這個期間 可是目前我們房市可以消化掉這麼大量體嗎 這個其實因為現在建商的 他的這個現金流cash flow 其實都是看銀行 靠銀行的這個支持 所以銀行如果看他的這個房子 他賣得不錯 然後有有一個量的時候 他其實就比較不會對於這個建商的體質 不會有任何的一個question 他就不會說要雨天收散 然後或者是去去對這個建商去做一個怎麼樣的質疑 所以其實現在建商有點像是要表現更好的這個銷量給銀行看 這樣銀行才會繼續支持他的一些艱難 好 謝謝我請到副理 副理你怎麼看 剛剛我們子方有提出他的看法嗎 不過今年三二九長請覺得跟過去是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三二九也好或九二八一直以來都是我們房地產的一個指標性的一個風向球 那就今年來講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三二九他爆出了一個大量體 最主要來講的話 其實不外乎有三個大方向 第一個來講的話就是說政府近期的一個打房的一個措施 他們必須要有所因應 二來來講的話可能就是說年底的七合一選舉 每次選舉到高房價總是成為民怨之首 所以說再來的話有些去年已經延推的 本來是要推大坪數的 可是可能景氣的一個變化 他就把坪數作為一個修正之後 他把去年的案子延推到現在 所以說會造成集中在目前上半年我們看到的這個量體的一個變化 最主要的一個方式情形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針對臺灣的北中南來做分別區域的一些分析的話 您看他有什麼樣的變化 因為今年北臺灣量是比較多的 不過南臺灣高雄是量反而是縮減很多 你怎麼看呢 其實就北部來講的話 他高達釋放出來有三千七百多億的這個推案量 但是相對高雄來講的話 萎縮很多 他總總量來講的話才五十多億 為什麼會變化那麼大 就去年來講的話 好像高雄的房地產買氣來講的話相對比較高 那今年為什麼會轉變 其實就市場的實質面來講的話 去年有大部分 比如說北部的投資客在北部已經買不下去了 所以說他會帶了一批人往中南部走 然後買了之後再有北部的人 再去買投資客的物件 不管是預售物也好 中古物也好 這樣的一個操作的情形 但是就現實的層面來講的話 也許聞到了某一些的氣味 還是要回歸到北部這個區域來做運作 所以你有看好或是看壞的區域 看好來講的話 如果以量體數來講的話 北部不管是交通 或是相關的重大建設 以及人口的就業數來講的話 北部還是有撐 所以說看好的區塊原則上 還是以整個的大台北地區 但是如果說我們要延伸來講的話 淡黃區如果一旦飽和了 可能我們要往外走一點 可能是大桃園地區 譬如說航空城有一些議題的 或者是一些巴德相關的一些相關的建設 這些都是未來可能對於自住型的客戶 他們可能會切入的一個點 紫芳那你的看法呢 就是如果我們看北中南區域的話 你有特別覺得看好或是看壞的地方嗎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其實剛剛副理他講的很對 今年其實很多投資客都收手了 所以如果今年特別是建商都認為 今年都是針對自住客 所以自住客其實你們就要看的並不只是這個房價 他可能有沒有什麼生長的空間 而是他短期之內 他附近有沒有他的生活機能能不能變好 甚至有些人他有小孩的就要看學區 或是要看未來這個地方 有有什麼樣的上班 這個是不是方不方便 所以其實我倒覺得以自住導向為思考的 這些選房的這個策略 可能就是會要關注在 甚至小孩的學區 學區哪邊是好的學區 也許是這邊是比較熱門的地方 對 剛剛我們新聞有看到就是現在很多人認為說 今年可能是房市反轉年 你的看法呢 子芳你會認為說 今年房價是有可能會下跌的可能空間嗎 OK 應該是這麼說 一般我們對房價 我曾經做個分析 這個房屋的價格其實是包含土地的價格 跟建物的價格 那這兩個加起來的這個影響 才會真正是就是我們的房屋的價值 但是建物這個東西 他其實是會折舊的照理來講 他就像我們開車一樣 開車每年這個建物是會折舊 但是房這個土地這個價格 是會跟著一些建設去成長的 所以人家說這個這個地方會漲會漲 其實他是土地漲價 他的建物他其實是折舊的 所以你如果要看 而這個北中南哪些地方 是有這個土地漲價的空間 甚至大家都覺得今年可能房市反轉 那我之前有做過一個調查 就全臺灣超過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 他的房屋單價都還是有 有堅在一個區位 那等於說我建物價值已經是零了 但是房價還是 在臺北可能還是要一坪五六十萬 那種三十年老房子 就表示這個這個價格都是地價在撐的 那其實我們看政府現在很多這個 飆售地上權 或者是有些那個土地飆售飆出來 都是年年創新高 所以如果地價不漲 地價不跌的話 那可能其實我們房價要跌 還是還是有有一段距離 OK 還是有個撐 副林的看法 你覺得如果今年要影響房市 人家就是房市反轉年嗎 你覺得影響房市 可能有哪些因素 看起來覺得這樣的可能性高不高 其實反轉來講的話 我們從歷史的軌跡 有人說以前七年一個循環 房地產的一個週期 但是這一波來講的話 已經走了十年多了 如果從我們兩個一個大方向來看 第一個從歷史的軌跡看來 二零零三年是SARS的那一年 我們整個房地產開始往上走 他的買賣移轉動數 二零零三年是三萬 三十四萬九千七百零六動 之後開始每一年逐年一直攀升 然後一直到了二零零六年 血稅通車之後 他來到最高點 來到了四十五萬零一百六七棟 但是之後二零零八年 開始有變化了 他是最主要是政黨輪替 再加上金融海嘯的一個變化 那一年來講的話 萎縮從四十四十多萬 跌到了三十七萬九百二十六棟 他開始的下滑 那到了二零零九年 我們本來金融海嘯之後 原則上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會看壞 是不是房屋要泡沫了 房市要泡沫 要崩盤了 但是到了二零零九年ECFA 簽訂之後再爆出 他再把買賣轉動數再拉升 到達了三十八萬多棟的一個建數 那一直到二零一二年 可能郵電雙漲 或者是實價登陸 這一些相關打房 或者是民生景氣的議題 變化之後 他的這個買賣一轉動數 居然比SARS 那個時候還要低 他來到三十二萬九千多棟的 這樣一個買賣建數 那時候大家已經都看壞 是不是要泡沫了 不管是空投司令或者是多投司令 都好像區域比較保守 但是以二零零二零一三年 我們奢侈稅不再延長了 還有宣布豪宅的管制來講的話 我們居然又把買賣一轉動數 拉回到三十七萬多棟 這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說如果說 我們在整個一個房市的反轉 其實金融海嘯 那個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關鍵點 以這樣的數據來講的話 他並沒有把房市整個打下去 量還是在 而且價還是繼續往上 這是從歷史的一個軌跡來看 那如果說我們從數據 去做相關的分析 就中性房屋固定 我們都會有所謂的宅子數的 一個調查 我們去問了一些消費者 如果說在二零一四年 你認為影響房市 最主要的變數有哪一些 我們得到了一些數據 景氣的一個變數 佔了四十二點一趴 這是消費者最怕的 第二部分來講的話 是打房的變數 佔了三十六點七趴 第三個是升息 三十四點八 第四來講的話 是QE的退場 到達了十八點一 那第五個是選舉 因為選舉來講的話 有很多選舉的語言 那他們會觀望 來到了十八趴 所以說剛剛提到 是否會反轉 其實還是在於消費者的信心 跟購買的力道 所以說重點 我可能會擺在三個部分 第一個 整個景氣的變化 不管是國際的 帶動到國內的一個經濟 這是第一個 先決的一個要素 第二個政府的打房 他的力道會不會再強一點 如果打到大家受不了了 大家想買的人可能會收手 第三 升息的馬數 他如果跳動的頻率過高 投資客受不了 一般的自助型的人 也會受不了 這個時候掌握這三個點 也許你就可以評估到 他到底會不會有 反轉的一個現象 所以如果是您的話 你會對於投資客 或者是一般的消費者來說 現在這樣市場 很多的因素影響之下 是個進場的時機嗎 對於自助型的客戶來講的話 我會大膽的建議他們 有看到喜歡的 要趕快進場 好 就算是進場買房的好時機 小資上班族呢 還是要精打細算 挑對適合自己的房子 對於首購族來說 哪個類型的房子 比較好入手 而業者又有哪些 針對青年買房 而推出的建案設計呢 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這段節目繼續了